现在表紧的温度啊 42 43了 已经43度了 哈喽大家好 我是屁屁 欢迎收看互上三小时的第一期节目 要说上半年什么车最火呢 我想我身边这台小米速7一定是在其中了 那今天我们就用我们这台自购的小米速7 为大家实测一下它的能耗以及驾驶辅助功能 具体怎么评测呢 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现在我们马上将这台小米速7的电量充到80% 并且是79%马上跳80%的时候呢就结束充电 接下来我们一口气将行驶三个小时 平时速呢控制在30到35公里每小时的速度 期间呢会经历城市高架以及高速路况 动力模式呢调到标准动能回收则是调到最强 那对于续航有影响的什么尾翼啊这些啊 咱们就直接给它关掉了 空调呢22度自动风车上是负载两个人 胎压情况也在这里给大家展示一下 三小时之后呢我们会重新回到我身后这个华为的600千瓦充电桩 把这台小米速7补能到80% 那同样也是79%刚跳80%后呢就给它停止充电 我们看一下实际充了多少电花了多少钱 又跑了多少公里 这样的话就给到大家一个最真实的能耗情况了 OK那话不多说接下来我们马上开始充电 我们在小米速7呢是我们自购的创始人版 第146号这个名牌 不过这个名牌呢多少是有点个手的 现在创始人版是买不到了 但是和现在能买到的四驱超长续航的自驾Max版等于是一样的 那因为呢我们这台车是选装了20英特轮毂的 所以它的CLTC的官方续航是到了750公里 搭载电池同样是101度的宁德时代的麒麟电池 大名地面麒麟电池 今天天气非常的热快40度了 我们期待一下最终的成绩吧 你们看那个三菱的翼神 你第一眼以为啊它可能是那个Evolution 那其实呢你就看它那个加油口 一个方的一个圆的 反正我路上见到基本上都是暴改的 你比如说这车二手车挺保值的 好多人都买 现在网上关于小米速7的车评太多太多了 那我们作为车主呢我就聊一下这样车的缺点吧 那你们说我什么事啊 首先一个就是也很多人都提到了 我们选的这个空调按键啊 个腿非常的个 而且呢不单单是个腿啊 它屏幕周边 你如果手去仔细摸的话 这个脚呢同样是有点个的 所以我觉得在这种一些人机工程学方面 做的确实不是特别好 另外这个选装的空调按键除了个腿啊 有时候你腿个上去以后 你把空调温度调高了 你自己都不知道 很多时候冷风吹着吹着突然变热风了 我还为空调的压缩机坏了 另外还有就是 如果你不选这个空调实体按键的话 那你一键启动后面 还有一个空调温度的控制 还有一个风量控制 两个是有实用性的 但当你选了这一排空调跟音量按键之后 你启动键后面这两个按键啊 就完全作废了 只有一个尾翼的升降 还有一个空悬的控制是可以使用的 说实话这后面四个按键 其实位置特别的好 特别顺手 我觉得不如把它变成一个自定义 比如说空调温度 咱们就不要了 咱们直接就变成一个 比如说360度影像的一个弹出啊 或者你另一个按键 你就变成一个多媒体的控制 我觉得会更加实用 实在不行你就做自定义 你给消费者 你想定什么你就去定什么 我相信小米水平是完全做得到的 我们那时候订这个创始人版的时候 其实挺合算的 因为它送了冰箱啊 然后包括这个驾驶辅助功能 它是一个终身可以赠送使用的 然后我们今天拍摄时间是8月1号 现在呢 它是只送你一套这个Napa的真壁座椅 然后你的冰箱啊之类是不送了 对那个驾驶辅助还是送的 所以我觉得如果说你要买小米苏 其实的话 那么低配21万多 我觉得是可以买的 但前提是你对驾驶辅助这些 你根本就不想去用它 那么你买21万多的这个入门版 是绝对OK的 而要我选一个我做推荐版本 我觉得还是245,900的Pro版本 是最值得买的 首先一个你的电池呢 从之前的比亚迪的刀片电池 换到了宁德时代的神型电池 然后整个容量也提升了 大概20度左右一个容量 最重要的是它的驾驶辅助系统 是从之前的Pro版 变成了Pellet的Max版 是带激光雷达那个版本 未来的OTA延展性 绝对会比Pro版本要更加高 并且呢 它现在不是赠送你这个驾驶辅助的 软件的终身使用嘛 所以如果你想享受到 就未来这种更多的延展性 更多可能性的话 我觉得245,900的这个Pro版本 绝对是受选的 然后配件这一块 其实我觉得我们踩了个小坑 这个双表盘 我记得是599还是699来的 我觉得没什么太大容计 除非你下载道 你可以看一下机制的 我推荐选的一个是 刚提到这个物理按键 虽说是有点磕腿啊 但真的实用性很好 非常的好 另外还有就是选一个399的香风 也挺不错的 其他一些包括争议很大的手机支架 我觉得这个你不用小米的 你用其他副厂的也是OK的 以一家新造车品牌的第一款来说 我觉得小米的支架 其实做的已经相当不错了 它整体的包括这种变道的逻辑也好啊 或者说是整个对前车的这种把控距离 然后包括到你整个刹车的这种自然程度 我觉得做的都属于第一题对了 如果真的要说一个小小的缺点啊 就是它在自动变道的时候 打转向灯我就应该有提前量 它打转向灯这个动作和它变道的这个动作 两者几乎是同时的 我碰到过几次 就是我突然要变道手机 我后面有车快顶上来了 后车可能会来不及反应 我觉得它完全可以先打灯 过个两秒再变道 是完全OK的 那就比如现在 它直接就是变道跟打灯啊 就是同一个动作去进行的 我觉得真的要做一点点的提前量 更加安全一点 然后它在高速上这种 自己变道的这么一个幅度 还算是挺多的 我觉得小米这套支架做的 特别像华为的那一套支架 包括整个上下闸道的时候 它这个实际的把握 其实相对来说都是比较的偏激进行的 就比较符合我们正常人开车的一个习惯 不像很多品牌支架 它做的非常的保守啊 我觉得这一点小米还是挺不错的 现在表现的温度啊 四十三了 已经四十三度了 我的天 哎呦 三小时十八分钟啊 一共跑了一百一十一公里 那表现呢 一共是显示啊 就用了二十四点一度的电 平均电号是十八点四 接下来我们马上开始充电 看实际能充电多少电 OK我们现在已经充完电了 那给大家公布一下 我们一共是充了二十六度的电量 一共花了三十五块一毛一 那么二十六度的实际充进去电量 跟它二十四点一度的表现耗电量 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的差别 但我觉得这个差别呢 并不算特别大 因为毕竟在充电过程中 也是有所损耗的 但是呢 如果以百公里这个能耗来算 二十六度电 我们一共是跑了一百一十一公里 换算算来的话 百公里的电耗就是二十三点四度电 这个和它表现这个十八点四度 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那么我并不太清楚 它这个十八点四度的计算逻辑是什么 我猜测 可能是单纯行驶的一个能耗 没有把空调能耗加进去 或者说就是我们在停到红明灯等车时候啊 这些静止时候能耗呢 没把它算进去 那不管怎么样 至少这个表现 和我们实际得出来的这个能耗 是有那么一点点差距的 那么就给大家来换算一下 百公里二十三点四度的电耗 我们这台车一百零一度的电池 换算一下 大概是能跑四百三十左右公里的实际续航 如果对比CLTC七百五十公里的续航来看 大概是百分之五十七左右一个水平 我相信这个成绩得出来之后 可能和大家想象中应该是有点差距的 但和我自己本身的一个预期呢 也是有一定差距的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知道 CLTC差不多是打七折左右的续航 不过要和大家说明一下 今天天气非常的热 所以我们这个二十二度的空调 基本上就是一个满打满放 满吹风的这么一个状态 并且天气这么热的话 也有可能会对于电池有些额外的损耗 甚至有可能是我们这台车的一个个离 所以这个能耗呢 大家可以作为一个参考 OK 那以上就是 互上三小时的第一期节目啊 二十三点四度的电耗 小米速器的创始人版 不知道和大家心目中这个预期 有多大的差距呢 那么大家还想看什么车的实际续航呢 您到评论区来和我们交流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